词曲 李宗盛 东道主佛陀教育基金会 在座各位同学 以及献上各位 善知识们 大家午安阿弥陀佛 很高兴看到大家在这里 一起来学习 这一部成佛的大经 佛术无量说经 今天进度是第70讲 进度是在 释迦牟尼佛 告诉我们在末法时期 众生愚痴 是非善恶颠倒 然后都把全部的时间精力去追逐 这个财色明十岁 这个五月 尤其是追求财富这段 讲很多 好我们过年前就讲到这边 那今天是元宵节 昨天是立村 所以在这边也相跟各位拜个晚年 好我们来看经文一 生死常道 转相适立 或父哭子 或子哭腹 兄弟夫妇更相哭泣 颠倒上下 无常根本 皆当过去 不可常保 教育开导 信之则少 是以生死流传 无有修止 那这一段讲的就是 为什么佛会悲悯众生 悲悯众生的什么呢 就是不能相信佛法 这部《无相说经》前面讲 阿弥陀佛过去怎么发四八道院 然后后来怎么成就 成就以后 实际上摩尼佛就说 凡是修净土法门的 凡往生到极乐世界 都能在受佛世界 一席生命终了的时候 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之后呢 五十节以来的生死问题 就解决了 这对凡夫来讲是个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一般众生就是迷惑颠倒 不了解这件事情 都被种种的欲望 裁涉明石碎 弄得颠倒 把时间假的当真 真正的看不到 所以会在社会上更加 你真我多 更严重的 就是在 不但在社会上你真我多 在家里还在真 夫妻坚真 夫妻坚真 父母在真 兄弟 本来这是很难的因缘 但是因为你不明白这些道理 结果 夫妻父母兄弟 姐妹 家心眷属 也造成总统怨恨 就是为了这个钱财 结了怨 所以一生一生这样子互相报复 过去我侵占你的 下一次呢 被你报复侵占回来 将本带立 如死没完没了 所以就记得仇恨 报复对方 我们在经文前面是讲这样一大段 因为这样子 所以佛悲悯众生 不了解这个道理 有个吉日世界那么好 大家不晓得 晓得也不相信 然后也不愿意去 反而在这个世界呢 把贾当真 然后互相斗争 所以家里最亲人也结怨 所以这是很悲悯的一件事情 所以接着这经文一大段 佛悯众生不信道 就说众生不相信因果 是说外面很多人 邪之邪尽的影响 所以好的事情呢 善事不肯做 大家尽量去造二业 上次就讲到这边 那刚才念的是第四小段 生死流转无子 这一小段讲 我们在人世间实在非常痛苦 最大痛苦就是生死 一个人生下来 好像生命很好 很长的样子 但是生下来之后呢 由小娃娃到儿童到青少年 再到长大到老年 从生下来第一天 然后就 就开始往死亡的终点去走 死了 其实还不是终点 死了之后呢 又再生 生了又死 死又生 没有停止的时候 好 这一段经文就在讲这个 生死常道转向势力 生死常道就是生又死死又生 大家都感觉这很平常 西中平常 道呢等于是一条道路 长道就是平常的道路 这是比喻的 那这个长道怎么建立呢 转向势力 转势辗转 势势继续 继继续下来 所谓生死常道就是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死路线 从五死结以来 一直到 穷慧来祭 一起一起得生死 没有穷尽 以人道来讲 人寿差不多七八十岁 就算你活到一百岁 整个生死常远路来看 只是非常短暂的一个片刻 过去找不到开始 未来找不到终点 那么这么长的生死 路线怎么建立的 就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生死 我们就说是分段生死 人生就是几十年观音 几十年观音在这么长远的 五量节的整个时间轴来看 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小点而已 所以每一期生命就短短的一点 这么短暂的时光 就建立这么残缘的生死常道 每一次死的时候 当事人会感觉痛苦 因为四大分离 那家里亲人亲戚朋友 都会感觉悲伤 所以佛就把这个事说出来 一个众生的生死道 是这么建立起来的转向势力 就是一期一期的生死 生死转向势力建立起来的 所以每一次死的时候很痛苦 所以这个肠道就是由生死痛苦 而建立起来的 每一次生死 在他前生一死 才有这一生的生 那生是怎么来的 迷惑颠倒来的 在死的时候呢 那家里人这些情形 下面就讲死的时候 或父哭子 就是父亲 还在 但是子女故事 就是白髮送黑髮 这是 人间的悲剧 或子哭腹 就是黑髮送白髮 比较正常一点 还有兄弟夫妇 就是兄弟之间 互相哭泣 夫妇之间也是 一前一后 更相哭泣 顶倒上下 是指前面父哭子 这是顶倒 就是白髮人送黑髮人 就是老父老母头发都白的 伤子是很痛苦悲伤的一件事情 这是颠倒上下 国常也是讲生死 世事无常 没有一件事情是永久的 不可能永久 为什么 因为是因缘所生法 你因缘一变动 他的果就会改变 所以再好的或是再坏的 都不会维持很久 无常当中的根本 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生命也是无常的 那么其余的事情 哪个不是无常 所以 一切都是无常 佛教里面有本叫无常经 就把这件事讲得很透彻 国常根本皆当过去 在眼前看 这些好像是固定的 看得很现实 其实不现实 你 好不容易 就是千辛万苦 追求一个东西 好不容易到手了 马上就变了 皆当过去 不可藏保 所以要想 长久能够保有 就是自己不明道理 不了解佛法所讲的生命法 世间都是生命法 没有东西 到手之前 你要想办法到 到手之后呢 也马上改变 就是这样前面讲的 讲的 你所追求财富 追求到之后呢 才发觉财富是五家所共有 就是官府 就是政府要磕税 然后 强盗 然后就是水火 有 还有不孝子 天灾 这些等等 五家共有的 不是你一个人 独占的 教育开导 教育开导 信之则少 教育开导 就是用佛法来教化 告诉一般众生 但是众生呢 信之则少 信的人很少 佛陀 佛陀在世的时候呢 2500年前 那时的人 就已经是这样的 佛 在教育开导 但是相信他的人少 那时时空背寅是怎么样呢 那时印度有96种外道 佛法是塞摩尼佛 开创出来的 所以佛教在当时是算少数 所以信的人少 这可以理解 因为大部分都是信佛陀门教 或是外道 那经过2500年之后呢 佛教兴盛了 但是在世界 五大宗教比起来 佛教还排不到前三位 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 然后可能才是佛教 所以佛教可能在第四或第五身位 所以相信佛法的少 那这个是事实 所以 信佛的占整个地球众口比例 也少 因此 是以生死流转 无有休止 所以 那为什么不相信佛法 就会身体流转 无有休止呢 那是因为很重要一点就是 如果没有佛法 我们就不可能解脱 所有的宗教 唯有佛教 才是解脱到 这点很重要 大家要有这个 大家要有这个 认知在 从佛法的四圣第四二因缘 就可以 可以 了断生死无名 你正阿罗汉或正圆绝 都可以断生死都会 还不用说到成佛 其他宗教最高指到天界 哪怕是无色戒 哪怕是无色戒 都没办法出离三界 所以你相信佛法的少 就会生死流转 无有休止 那中国话讲圣终追缘 这边就讲到孝顺的事情 现在是元宵 再两个月 然后就是清明 这边就讲到清明节 白下有山皆绕锅 清明无刻不思迦 意思就是每逢清明外面做客的人 谁不思迦 思迦就是想回家扫墓 近一点对祖宗的孝道 这可以解除自己心理悲伤 不得以办法 但是 对 已经逝世的祖先文来讲 实际当初不大 除非就是 除非就是 就是对他们的 死去的祖先 亡灵 给他们做操见 这在地藏经有讲 这个才有实际的注意 真正要解决问题 一定要研究佛法 要了解身体流转怎么来的 你知道这个原因 才能够对症下药 佛法教我们的就是要觉悟开悟 佛这个字就是觉悟讲 觉悟什么呢 每个众生都有真如本性 把真如本性开发出来 我们的本性里面 没有生死这个假象 生死本身是个假象 产通讲明信见信 见到自己的本性 生死就看破了 所以要了解这个 看破之后呢 还不算 因为众生都有多生多结以来的习气 习气不是马上能除掉的 还要很长久时间 才能够把这些习气除掉 通头法门要去除干净 去不干净 生死就不能掉 生佛更是遥远 了解道理之后呢 就知道 唯有靠净土法门 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自己是就能够离开 三界六道 生死轮回的流转 念佛念得好 学得如法 就在短短几十年的 这一期的生命观 观音当中 到灵命中的时候呢 我们念佛阿弥陀 就会来接我们去极乐世界 然后我们生死大问题 就能够解决了 世尊所举持土众生的痴相 就是愚痴相 不是指世人的白痴 是说仲然聪明绝顶 懂得多 能说能写 如果不相信佛法 乃至不相信中国的四处五经 不相信 这部无量寿经 就是愚痴 因为佛法 尤其是无量寿经 所说不出因果两字 你不信经法 不信因果 不信因果 不信因果就是不明事理 必然愚痴邪见 那么就会死此生彼 就这边死的 生在别的地方 经常轮回于善恶六道 转头换面 相续不断 前后势力 就好像玄火论一样 无始无终 在这末 漫漫生子长夜黑暗里面 无量劫以来 或父哭子或子哭腹 兄弟夫妇更相哭泣 所谓黄泉路上无老少 大县到来各自非 虽然痛哭悲伤 彼此无意 奈何桥上风萧萧 妄襄台前雨飘飘 千古长恨为意识 己仁能免延亡过 这就是颠倒上下无常根本 这两句证明佛法所说 住行无常是众生的生死根本 也是宇宙的究竟真理 也就是说宇宙的究竟真理就是 出行无常 是生灭法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生灭随缘 人物皆同 无常是因 颠倒是果 为上为下 随因转变 下可为上 上可成下 轮回生死 必然如死 鲁热言经说 人死为羊 羊死为人 这是说 你在自一世的时候呢 你喜欢吃羊 所以你把羊杀来吃 那到下一次之后呢 你变成羊 被你吃羊变成是人 所以呢 他再把你吃回来 他再把你吃回来 这个就是 没有穷尽 的一个 轮回学化里面去的 羊氏畜生到六道中暑下 天后人为上 在人类中古今中外 不乏上下尊卑 身俗贵贱 转变头身 宰于死即 更有 父死做孙 母死为女 七死为子 夫死做女 以及六亲时候做牛马 猪羊鸡狗 鼻虫毒蛇等 以偿诉恩怨的事情 法律经就记载 魏小儿的鸡 就是他前世的父亲 广人座上面也记载 享客之羊 就是请客吃的羊 因为是以死转生的爱女 实在是癫癫倒倒 上下不定 有天眼通的 看起来 就是太可悲可笑 过去有一生人 到一新婚之居世家 他就天眼见到 脊骨作业的骨皮 是新婚夫 之父亲转生的牛 被杀了 做成的牛皮骨 那新婚夫呢 是新郎以后之祖母 转世 来当他新娘 满门赫客呢 都是全生的猪跟狗 家有美赚 吃人呢 是六亲骨肉 此生人就作首祭 孙儿娶祖母 子及腹皮骨 桌羊做上克 六亲郭内祖 这个就是云云众生 颠倒上下 可悲可叹 又如宋代 五祖 师戒禅师 转世为苏东坡 草坛清和尚 他的后世是真虎公 勤快前世是 宴当商的僧人 诸葛亮转世为成都的 伟号 这个是出自唐明皇十路 道士殷可元 转世为李元外 做孙子 长大仍父为道士 唐肥修转世为 于天国王子 守文友 培修二字 环山谷 前世呢 是宋法华金的妇人 陶世太传 前世是禁居天的天主 王氏自树 前世是玉金的黄雀 西门世郎阳文公 前世是武夷君 以上出自勒善籍 范祖于前世是邓宇 郭祥正前世是李太白 出宋子 天地子 为齐高祖 出南齐书 其他正史所在 在不生没几 竹针因果轮回 实在是实有 皆当过去不可藏宝 自说世间的亲属恩爱 富贵荣华 人我是非 得失利害 一切一切 都是无偿所吞 必然是成为过去 不可能永远保持 所以金刚经就有讲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因坐如是关 金刚经这部经是 在大波经里面的一卷 金刚经很重要 因为它里面有说 一切诸佛及诸佛 阿摩多 三百三菩提 皆从此经书 也就是说 十方诸佛都从金刚经里面出 因此无祖 之前呢 都是 用刃邪经 来做印心的 然后就是 把一波交给他的下一任的接棒人 从达摩祖师开始 都是用刃邪经 达摩到二组 配可 二组到生畅 生畅到道信 道信到红忍 都是用刃邪经来印心 直到五组 开始 采用金刚经给六组会人 来印心 那里面是有个生意 所以为什么六组会人听到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就厚然大悟 明心尽性 里面有他的秘在 那里面有讲到 一切有回法如梦汉泡影 是讲一切都是希望的 为什么希望 因为就是因缘所生法 无自信 也是大破经里面所讲的 一切法无所有 毕竟空 不可得 是毕竟空的 所以梦汉泡影的本质就是空 看起来有这个形状 但它是如梦 如幻 如泡 如影子 都虚妄的 那么如露一如电 是讲它时间短 露水 就是一个晚上 到第二天 泡影一出 就蒸发掉了 寿命就一个晚上 电呢更短 打个雷电呢 可能还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就过去了 因作如是观 就是佛要我们 观一切有违法 就是做成这六种的观像 梦汉泡影 路跟电 做这六种观像 佛在大小圣经历中 说很多无常 苦空无我的道理 教界开了众生 不可执着 一切的有违法 因为都是虚妄的 若不执着就不会贪爱 若不贪爱 你的心就会清静 就不会颠倒行事 造种种的有肉业 你没有造业 就没有六道果报 没有六道果报 就不如生死如悔 悠悲苦恼 尤其佛说的念佛往生进入法门 更是明白开示 唯一离苦得的 了脱生死的图性 也是洁净 可是余次众生呢 大多不相信 只有可惜了 能够相信佛法 学佛 在学佛里面有八大宗 有禅宗 律宗 八大宗 能够相信净土法门的 很少 所以呢 很多都不能在 他这一世 就能够成就 所谓成就 就能够解脱 生死人回 不容易 通道法门要靠自力 不容易 所以为什么要 要学基督法门 因为基督法门是靠自力加塔利 塔利就佛利 才能够到极日世界去 把这个生人问题解决掉 不然的话生死流转 就如长江滔滔不绝 无有休息停止 所以孔子也平和圣堂说 逝者如师 不舍咒月 古人有两首 楷探诗 妄襄台畔上诗家 月忍风期 明露邪 众有指前无入用 指缘一点念头差 酸秀斑斑 血泪痕 今朝忘事不堪论 也曾听说西方路 悔味生前向佛门 不信佛的世间人 不明是理 这叫做蒙 蒙就是被蒙蔽 他智慧被遮障 叫蒙 有眼不见善恶 叫做明 见善不喜不乐 文法不信不休 这叫做底 见恶争相恐后 做恶无惨无愧 这叫土 所以这叫蒙明底图 四个字 那么像这种蒙明底图的痴人 不信佛法 对人对事 心中不加考虑 只随自己的痴心快 乘一时之快 不择任何手段 不怕因我报应 妄作心事 害人害己 所以就有五卓二世的现实相 好 接下来看经文二 如此之人 谋名底图 不信经法 心无远欲 各辟快意 吃货爱欲 下面是第五小段 吃心人 就吃人心无远欲 不要认为吃是吃上帝 脑筋不清楚很迷笨 不一定 那自己的痴人是讲 不肯来研究觉悟 知法的人 都是彼此 也就是自己 即使你四字变充 脑筋很聪明 但是如果你不信佛 不愿意学佛 那这个也叫痴人 那么这种痴人呢 他就不相信真理 他只相信眼前看到利益 然后只要有人 告诉他哪里有利益 可以去追逐 他就 他就去追逐那件事情 所以他没有远利 只看眼前的尽力 如此之人呢 就指那些有善事不愿意做 照二业就尽量像竞赛一样去做 在社会上呢 在家庭里 彼此互相你真我夺的那些人 他不明聊生死 这样的人呢 蒙明底图 就刚讲的四个字 蒙很懵懂 也就是他的心性呢 就跟一团茅草一样 被遮起来的 没有开效 明 悠暗 心里发不出光明出来 心里头一团黑暗 底图 是古文 底就是底处 遇见呢 任何事情就跟人家起冲突 就像那个羊 山羊 就喜欢用他的 羊的脚 然后 两只山羊就这样打架起来 就头上脚去抵人家 这个就叫底图 那么这种人就是蒙明 因为他心里头的智慧 光明被遮蔽了 所以发不出光明出来 就是非不分 忽敌忽涂 然后遇到这件事情 很容易跟人家起冲突 所以是正当的真理 好事情 越会跟人家起冲突 所以下面说不信经法 经法就是佛经里记载的佛法 佛讲的法就是觉悟的法 让我们明了是非善恶 记载这些法则就是经 我们一般讲三藏十二部 佛经就是经 那为什么经呢 就是无论过去现在未来 这个道理永久不变 佛经讲的道理 过去是这个讲法 现在是这个讲法 未来还是这个讲法 比如说四圣地 苦即灭道 这个世间就是苦地 有三苦有八苦 有生老必知苦 爱别离苦求不得苦 五因四圣苦 那我们众生在世间受到 这些的生死流转 的苦恼 万法无常 社会上种种状况造成痛苦 在这个时代来讲 都是痛苦的事情 那苦的事情 不会变成热的事情 因为苦 就是会让我们 会有病啊痛啊 烦恼啊 被压迫啊 所以你的身心被压迫 你就不会快乐 所以苦的事情不会变成快乐 除非你把苦拔掉了 身体病痛 拿走的 心理的忧郁悲伤 拿走了 拔苦之后呢 才可能雨热 那讲这些的法 就是经 这个经永久是这样讲 过去佛是这样讲 现在佛也这样讲 为佛还是这样讲 这个就是真理 这个就叫经 这种经所记载的觉悟法 一般人如果不相信 那就很难救了 好 为什么这样的人他不能够相信佛法 因为他心无远力 他看不到远的地方 他只看到眼前的现实 贪图现实的享乐 欲望跟利益 因此 他很可能不惜造种种的恶业 就是杀到云忘与饮酒 造了这个犯下根本无戒 就为了要得到眼前的利益 庄子说过 彼却勾者诸 却勾者为诸佛 是春秋战国的时候 小偷偷了人家一个铁勾子 犯法的 把他抓起来犯罪 很可能就是诸 就是死刑了 但是缺国者 春秋时代 就是搞一个政变 大臣把军王杀掉 他自己穿为当国王 这是缺国 那缺国者怎么样呢 为诸佛 就是说他自己 就当这个国君诸佛的 是这样子讲的 所以不管世间有没有功力 大穴道小穴道都是穴道 犯的穴道罪 其实犯的越大 造的罪业也越深重 堕落也罪悲惨 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心无远欲的人 只贪图眼前享受 杀生害命 杀到饮忘与饮酒 毒品 种种的恶业 各欲快意 想到什么做法 他都会 想得出来 就去做了 不过人家 这叫做快意 无所不为的 社会上的人 无论古今中外 都如此 所以要了解人的 恶习习这么深重 在古代 创会把国军杀了自己当国军 古人还有这个机会 在古今中外历史都常看到 现在是比较 难看到 因为现在不是君主政治 是民主政治 是透过选举 隔壁快意 一快意 这不得了 你就造二业 你二业一造 就剁山土 一剁山土 什么时候出来 没有人知道 所以这 就是因为没有人知道 你的出息 这才恐怖 一个是你不知道 会去哪一道 第二点 你进去那一道 之后呢 什么时候也再出来 也没人知道 那这两点就很恐怖了 所以不信佛法 反而这样快意的造二业 是什么原因呢 这在往根本里面去追 吃或爱欲 吃就是鱼吃 鱼吃的根本就是无名 众生每一个都有无名 因为有无名才叫众生 人人都有本性 我们自怒本性 为什么显现不出来 如果显现出来 然后就没有生死沦回 每个都成佛了 就是因为无名 把我们的自怒本性遮住 所以虽然有本性 而不得其用 发不出本性的作用 所以最坏的事情 就是吃 鱼吃 你鱼吃越重 你无名就越重 就更容易造业 然后再来是 或 或就是烦恼 然后再是爱欲 就是讲贪生吃三毒 爱欲就是贪欲 吃肉就是鱼吃 所以吃或爱欲 就包含的 贪生吃的贪跟吃 我们终生的烦恼是 无量无边 无边的烦恼有根本 根本烦恼有六种 六种当中有三个罪根本 就是贪生吃 吃或就无名 无名人人都有 贪就是爱欲 广义的讲 爱欲是爱什么呢 欲就是五欲 五种欲 爱就是贪爱 所以爱欲就是贪图 财社民十岁 这五种代表 狭义的讲呢 讲到根本 甚至不断的原因就是色 这在《任意经》里面就讲 一切众生 皆以淫欲而正性命 就众生的 生是什么来呢 就是淫欲 男女之间的欲望 然后正性命就是 而生起了这个生命的意思 所以五欲的色 虽然说摆在第二身位 但是它是会造成生死不断的 主要的原因 所以《任意经》也讲 所以《任意经》也讲 就是 这个淫欲不断 生死不能断 这在《任意经》里面 就是《清静谜会》章里面就有讲 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要知道 净土中为什么 这个法门叫特别法门 除了净土法门以外 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通土法门 认得一中 认得一法 只要你贪欲不能断 包括才是明十岁的五种 欲望不能完全断 生死就不能有 那么学基督法门 能够断除干净 当然是最好 那么靠念佛呢 也能够断得干净 但是在最短时间 我们这一生 你要做得到 断烦恼的话 谈何容易 这一世 人人都不能断 那不断这个烦恼 怎么去 可以代业往生去 所以代业往生就是 带着 之前的业力 不是新业是旧业 往生到极乐世界 那到了极乐世界 虽然IV没有断根 但是只要你弄辅助 辅助 跟没有断 我们这一期要训练的 就是辅助我们的烦恼 辅助我们的欲望 不要起信心 以为是来讲就是 总之不要起信心 主要起信心就是你造的业 你想归想不造业还有旧 你一旦造业 所以造业就是生口一三业 由于生业跟口业 那就叫起信心 起信心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这一期 要练习的就是辅助烦恼 辅助这个贪生吃 辅助这个才是明时税 的欲望 所以更没有断 说明终了时候呢 这样子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 你佛号念的手 到时阿弥陀佛就来接引我们 去到极乐世界 这就叫待一往生 那么待一往生就是 到了极乐世界 在花苞里面呢 你在 再来断 那时断就容易多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环境是 没有武艺红尘 没有才是明时税的这些污染 全部都是很清净的环境 你种种 风吹树叶的声音 七八十八公德水流动的声音 种种的奇妙杂色之鸟 都是说法的声音 我们听到之后呢 就很自然而然的 就会念佛念法念生 所以在那种清净的环境之下 我们就断这些烦恼 好 就这边讲的 根 爱欲根 就很容易断 好 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 虽然说我们的爱欲根还没断 夜还在 是带着夜往生的 但是只要到极乐世界呢 就离开的六道生子融回 所以特别呢 为什么特别法门 特别就特别在这里 不用断烦恼就能够 离开六道生子融回 一般不相信金法的人 最主要就是无名 贪欲在作祟 因为有的无名贪欲 看出眼神之夜中享受 他更认为很快乐 其实怎么是快乐 是痛苦 所以他把痛苦的根源 认为是在想做这个快乐 他不了解 所以才会造 造恶业 造恶业才会收包 基本三 不达为道德 弥末为春露 康然为彩色 作之不得道 当更恶趣苦 生死无穷以 哀哉甚可伤 第六小段在讲表里面的题目是 弥末三毒五义 三毒就是贪嗔痴 五义就是财是名词税 所以一般众生就是被这个三毒五义 就是 弥掉了 弥是当弥 弥末 就是所有的理性 理智 完全被淹没掉 这一小段是一大段的最后一小段 用的文体是五个字一句的寄送题 先看第一句 不达于道德 达是通达明了 通达明了什么 道德 道就是人人具有的自主本性 德是本性所具有的那个德 中国文化也讲觉悟的 孔子讲的儒家学分也是讲觉悟 孔子大弟子曾子 既成孔子的学术写一部大学 他头就讲 大学之道大于明明德 所以大学讲的道是什么呢 明明德 明德 是第一个名是动词 第二个名是名词 明德就是每个人都本有的德 这个德是光明的 一点混乱都没有 这光明德是在 道本性里面 是含有的 本质具足的 本性就含有这个德 德要明 明德才能够把事办好 所以这个就是明明德的重要性 虽然道里面有德 这个德干什么呢 这里要讲清楚 道 本性完全是禁止的 激进的 如如不动 但是要是本性能够发生作用 就是德 所以一个道一个德 德是道起作用的时候呢 要发动的 要起行为的 这是德 起行为的时候从哪里开始 是先从念头开始 念头不动 不动念的时候呢 本性如如不动 是禁止的 激进的 一起念的时候呢 念头动了 就开始发动了 这个深夜跟口夜 就开始要办事情了 开始一动还没有变坏的时候呢 还是一片明智 一种光明 从本性出来的性的 这个叫明德 但是一般起的念头呢 都不是明德 都是被污染的 我们从务实节以来呢 我们的念头都是被污染的 怎么说呢 因为都是洗洗在洗作用 你想到了什么呢 其实很长的就是想到就是 贪神痴 想到什么呢 想到都是武艺 才是明时睡 这个就是被污染的念头 我们就是说这不是清净念头 那他后面的推动就是洗洗 所以不起念头之意 一起念头都是损能力气的 怎样才对我自己有利 然后就是损害别人 所以真的在大学里面讲 大学知道在明明德 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明德 能够发明出来 这是修道的大前提 了解之后呢 那这边讲不达于道德 那这种不信经法的人 不明了自己有自主本性 他不通达不能明了 讲到道呢 起来的念头是杂念 就是妄念 念头不好的念头 他也不明白 因为他没有明德 不明白的 全部都是昏暗的 昏的 那这样不达于道德是怎么来的 弥眸于秤入 灯燃于彩色 是从这边来的 这是互为因果 因为不通达到的 才有这些贪嗔痴 而贪嗔痴更不能明了道德 所以是一个恶性旋徨 这就是贪嗔痴 那么这贪嗔痴 三毒从哪里来呢 就从爱欲来的 他的爱欲非常严重 爱欲是什么呢 就是无明 不明了自己的政府本性 才贪嗔外面那些假的东西 贪嗔心里所爱的东西 包括所爱的一切人 事 地 物 只有贪求 如果贪求不到怎么办呢 就秤入 就生气了 秤就是对人对事 心里纷纷不平 起了称认心 怒呢 是动了怒气 一秤入 什么事情都办不通 就起障碍了 一个人要在事先修行 修行根本就要把 身入 都要去除干净 才行 不能够随便动入 所以不能随便生气 比如说修行 就是一般人 不是学佛的人 在社会上 要办一些好事情 也不能生气 要不然你一生气 就把人得罪了 人家都不愿意来帮你了 比如说你当老板 也不能随便对工人 对职员发脾气 所以你发脾气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后果 一路之下 就会造成以后很多障碍 你的 你底下人就不愿意 来替你做事情的 或是把事情 你就是搞坏了 这就是不明道理 不明道理 不明道理的人 才敢随便发脾气 发秤心 明白道理之后 你秤心绝对不能发 不能发 也不能冥想自己闷在心里 会闷出病来 很困难的 所以怎么办 就是平常就要研究佛法 研究觉悟的法 平时就在这个佛法上呢 去明白这个道理 明白三是因果 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大心道理 秤出的事情不能够等到非发不可 那就受死不了 别说学佛的人 过去那些读的书的老儒 见得命就是某个功夫出现的 什么功夫出现 他心明气和的 跟任何的往来 你对他有礼貌一好 没有礼貌一好 他心里非常平静 不会发什么怒出来 这个就是功夫 那为什么他 这个人会有这种 有礼貌功夫 因为他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明达通达了这个道德 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汤狼于彩色 他就是自己没有 把人家的弄过来 弄过来 这边有讲一个狼 狼是一种动物 一般讲柴狼 柴狼是长得跟狼群很相似 吃小动物 也会吃人 性格很长人 我们一般形容就是柴狼 就性格很长人 老虎还比不上柴狼那样凶残 所以拿狼来比喻 这形容一个人的贪心没有满足的时候 贪得无厌 就要像财狼这样 只讲贪狼于彩色 先众生对于钱财 就是财色 色包括 那男性贪求女性 女性贪求男性 这个色 贪求彩色就像财狼这样子凶残 而且重点是贪得没有止境 这叫贪狼于彩色 基本里面虽然只讲财跟色 因为财色这两种最严重 一般贪得最厉害 实际奖武裕是五种 才设名十岁 名是好名 好名生 任人众生都是 希望有个好名生 地位高的好大名 地位小的好小名 不管是大名小名 反正是好名就是 这个好名还是一个等级 一个等级 名越来越大 他好得越多 还有饮食的食 贪食 实际我们每年生活必须 我们就讲每年吃三餐 你今天如果不是学博的 你是吃荤的 你一餐下来 山珍海味 如果说去那个大馆子 大餐厅的话 你吃海鲜大餐 一吃下来就吃了多少的 众生 龙虾 大虾 小虾 山珍海味 就杀珍杀多少 是指这个 睡呢 也是少不了的 随着年龄的不同 所以有人睡多有人睡少 但是过分就不行 睡眠睡得多 那就是一种盖 睡眠盖 盖就是遮盖的意思 所以睡眠过分也是有欲望 也会害人的 所以总共有五种 才是明时睡 这五种都会妨碍 一个人的品德 妨碍他追求真理 人者下面说 坐之不得道 坐当因讲 因为 因为这样就不能得道 知识代名词 就指不达于道德 被贪生是那些害自己 因为这样他得不了道 坐真正意思就是守 我 安然的安 也可以 不过稍微解释一下 坐之不得道 或是安然不得道 就是说他为了要满足 才是明时睡这些避忘 安然保持他的贪生痴 他不能放弃 牢牢的守着不改变 守住这些武器的东西不改变 怎么会得道呢 我们要修行 一定要放弃 贪生痴慢疑 才是明时睡 这些东西 你如果不放弃 而是坐之 就是坐勇江山的坐之 就是守住这些东西 那你跟道只会越离越远 根本不了解这个道 你怎么可能得道 结果呢 就当根恶趣谷 这一起生命中了 你所造那些恶业 就是 很可能就堕落山徒 恶趣就是恶道 地区恶鬼出生 就会在那边受种种痛苦 以堕落山徒 生死无穷矣 生生死死永远没有了的时候 哀哉甚可伤 就是要某你发出一种悲悯口吻说 是非常悲哀的 很值得伤痛的 宋黄仁悟 心常诗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此生不像今生度 更像何生度此生 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人间来得到这个人生 要学佛比较容易 但佛法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听得到的 听得到普通佛法都不容易 要听到特别的禁物法门更不容易 如果没有特殊因缘善根 是听不到这个佛法的 我们大家有多么幸运 多生多谢以来中了大善根 现在遇到这个特别的基督法门 所以大家都要把握珍惜 发心修 这不是偶然的 我们值得庆幸 庆幸自己也要悲悯 世卫上那些人 有机会 我们要劝他们念佛 学这个法门 吃货爱欲 不达一道德 迷茂于成路 贪乱于财色 这四句经文是总明三读同己 因为有的吃货 就是无名烦恼 必然贪着爱欲 上品极大贪心 明知为朗 为贪所爱的就是财色 贪不到不顺意就迷迷糊糊 对人对事就发声发怒 三读埋没了人性与理智 不能了达做恩处是应有的道德规范 坐之不得道 当根恶趣苦 生死无穷以 挨在圣耳上 坐之就是当成因 因为吃是三读的根本 三读自然 所以烧尽的世间 初世间的一切善牙道种 你今世不闻道不得道 来生更当下山的道受苦 由始生死轮回无穷无尽 实在甚可悲哀伤痛 世间父子兄弟夫妇 叫做六亲眷属 无常到来生离死别 必然痛苦难受 那你怎样迷茫不灵 也会见到棺材流眼泪 而互相哀悯痛哭一场 好 那接下来有个补充 现在不相信因果报应的人 人很多 这是大运长老开示 现在不相信因果报应的人 人很多 但是我们佛地址 遇到台杠的历史也很多 所以大运长老要我们记着 谈佛法因果报应 一定要通三识 你不相信三识 那么就没办法跟他讲 你要相信有来生来世 我才和你讲 你不相信就算了 你做你的二识 将来会有你的报应 天然的法律因果律 不会饶你命 佛经上有三识因果记 遇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遇知来世果 今生做者是 遇知前世因 你想要知道前世做的是什么因 今生受者是 看你现在得到的 就是前世 前生前世造因 你今生是个果报 你今生怎么发财 怎么享福呢 是你前生前世做的善业 那么今生怎么受穷果呢 是前生前世做的二因 这就是遇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所以你想知道 来生来世受什么果呢 遇知来世因 今生做的事 也就是说 你想要知道你下一世 会有什么样的果 有钱还是没钱 长得漂亮不漂亮 就看你今生 你做哪一事情 会决定你下一世的果报 你今生做什么因 你自己清楚 来生来世一定会造这果 你今生做善 来生一定得善报 你今生做二 来世生一定造二报 要拿世证明 他现在做二多端 他怎么发财 怎么享福呢 这是什么因果报应呢 他现在发财享福是个果报 是前生他做的善因 但他今生做二多端是个因 果报还没成熟 所以来生来世一定会多到善而到续受苦 所以你看那个人今生做好事 怎么还受贫荣之苦呢 因为受贫荣之苦 是个果报 是前生前世造的而因 所以受贫荣之苦 但他今生今做好事 这个果报还没成熟 所以来生来世一定可以大富大贵享福报 再讲愚痴苦 愚痴受生死 受轮回颠倒 这也是众生的愚痴苦 生死常到 生死是平常道路 有生必有死 有生必有死 有生有死 他在转生 转向式地 父亲可以转生到 你家大儿子 后父哭子 后子哭父 一个人哭哭啼啼 颠倒上下 无常根本 这个就是生死流转 无有修置 好 这就是以上的上课内容